今天节目咱们来聊聊黑龙江杀井越狱案 位于黑龙江哈尔滨严寿县北郊的看守所 是一栋两层楼高的建筑 就这两层楼既是监设又是办公区 外围呢是一道五米高的围墙 上面有铁丝网 一楼啊是关押行政拘留人员的地方 二楼呢则是重刑犯的监区 一共是有十一间监事 2015年的时候 在这儿关着一个叫高玉伦的人 高玉伦已经被判死刑了 在二楼被击押了九个多月了 他的同监设的育友 有一个叫王大民 还有一个叫李海伟 这俩人呢都比高玉伦进来的晚 但是三个人想出去的念头 同样的强烈 因为都是重刑犯 于是他们就在一块合计着 咱们怎么才能逃出去呢 2015年9月2号凌晨4点19分 只带着脚链的高玉伦从监设就走出来了 为他打开门的是看守所的管教段宝人 那个走廊呢是有一米五宽 高玉伦呢就跟在段宝人身后 一边走一边在那聊着一些什么 随后呢还看了一眼敞开门的监视 段宝人走在前边 时不时的还揉着眼 可能是没睡好 刚睡醒的样子 差不多六分钟之后 王大民和李海伟就偷偷的溜出监视了 严寿县看守所的犯人呢 会经常委托预警 买点烟呢买点食品呢 预警呢也从中收取一些回扣 双方在这种交易之中 也算是有了一点交情 这在当年算是看守所的潜规则了 时间一久 犯人要是有生活上的要求 预警一般呢也不会拒绝 这起案子发生之后 很多人都在质疑一个问题 就是预警为什么会在凌晨打开监视 您要是理解了这种潜规则 也就能解释通了 高玉伦可能是向段宝人提出了 比如说打电话啊 或是什么其他的要求 凌晨4点29分 高玉伦在值班室里边和段宝人 聊天交谈的时候 趁着段宝人不注意 从身后就紧紧勒住了段宝人的脖子 就在段宝人挣扎的时候 王大民和李海伟就冲进了值班室帮忙 几分钟之后 把段宝人呢就活活勒死了 高玉伦随后找到了钥匙 打开了脚链 换上了一身浅蓝色的长袖的警用衬衫 配着深色的长裤 深色的皮鞋 和同样换了警服的王大民 还有李海伟就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 整个的越狱过程 差不多也就是23分钟左右 也没用锤子 也没用挖洞 也没用爬臭水沟啊 跟我们看的每一句越狱里边完全不一样 从监区到大门 那是畅通无阻 当时的顺利程度啊 让高玉伦都很惊讶 这么轻松就出来了吗 那咱们这一阵在这待着干什么呀 这是啊 他们呢 在看守所大门四处张望了一会儿 随后就走出来了 直到听到门外绍港的鸣枪示警之后 他们这才迅速的逃跑 哈尔滨警方2号的时候公布了消息 严寿县就进入了全县戒备的状态 3号晚上 王大民和李海伟就被抓住了 20多个小时之前 他们呢 跟高玉伦一块钻过两米高铁栅栏下边的那个空隙 逃向了看守所北边的玉米地 路上还经过村长董长荣家 之后呢 就分道扬镳了 王大民往西北跑 跑向了新盛村王海豚 李海伟呢 往东北跑 跑到老家六团镇 高玉伦呢 则是一路向西 印着三个人求服照 还有身份信息的通缉令 2号之后 几乎在严寿县 那是贴满了 路边的铁栏杆上 电线杆子上 小卖部的玻璃窗上 墙上 哪哪都是 警方啊 就呼吁市民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或者协助抓捕逃犯 赏金最高可达15万 看通缉令上的照片 高玉伦长着一张果子脸 高鼻梁 小眼睛 抬头纹很深 十天以来 严寿县的村民 整天的看着这张脸 都熟悉了 多次向警方举报 发现高玉伦的踪影 据统计 高玉伦被发现的地方 至少有六处 主要集中在新村乡和青川乡 青川乡迷家屯 距离看守所 差不多十三公里 重有大片的玉米地 四号中午的时候啊 高玉伦其实就逃到这儿了 长袖的警服 已经在逃跑过程之中 丢失了 为了掩人耳目 尽量的从玉米地走 裤腿啊 也被刚下过雨之后的泥土 都给弄湿弄脏了 整个人狼狈不堪 更糟糕的是什么呀 他发现 他迷路了 不认路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这时候 他听到有人经过 就钻出玉米地 冲着一个放羊的村民就喊 老乡 这什么地方啊 村民呢 就回答他 啊 你家屯 高玉伦又指着远处问 那是哪儿啊 青川街离这儿还多远呢 确定了方向之后 高玉伦发现不对劲 看放羊的这人呢 拿出来了手机 于是很警惕的 又窜进了玉米地 这也是高玉伦第一次知道被通缉的现实 那么那老乡拿手机是报警吗 还真是 四号下午 哈尔滨几百名鹤枪实弹的武警官兵 在尼加屯 那是一字排开拉网式的搜捕 高玉伦此时在各片玉米地灌木丛里边逃窜 一路就听到警方的直升机 在那儿呼呼的盘旋着 喇叭还不断的播放着 你已经被包围 立刻自首是你最好的选择 但是高玉伦呢 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两天之后 逃进了尼加屯 西边的唐家屯 可是啊 这一出来好几天了 是又渴又饿 他呢 就偷偷的进入了一家小卖部 喝了两瓶饮料 半瓶啤酒 烧带手 带走了七袋月饼 两袋饼干 还有十来瓶那小瓶的白酒 还有两包香烟 一床薄被子 和一件棉袄 但出人意料的是 这些东西啊 没白药 走的时候 在桌上留了一百二十块钱 大批的警力 在接到通报之后 又涌向了唐家屯 但是搜捕几个小时 还是一无所获 高玉伦又逃跑了 就在高玉伦 在青川乡逃亡的时候 他的故乡啊 离青川乡不远的 沿河镇万宝村 北安屯里 高玉伦七十四岁的老母亲 知道了自己的儿子越狱了 并且正在被通缉 他的老母亲呢 也是失望透顶 就说了一句话 要是抓到他 就马上枪毙了吧 省得他受罪了 自从三十年前 高玉伦的父亲 因为膀胱癌去世之后 高玉伦呢 就把母亲接到家里 一个人承担起赡养的义务 乡里乡亲呢 都知道 高玉伦很孝顺 特别重视过节 礼节上呢 也都挺注意 所以呢 别看是穷凶极恶 但大伙啊 都不腻歪他 在三地高玉山的回忆里 只要一过节 高玉伦都得把兄妹们 都招呼到家里边来 亲自下厨做菜 当地村民说了 只要他不喝酒 那就是个好人 不过高玉伦还就是喜欢喝酒 一喝酒 那就脾气暴躁 爱撒酒疯 有一个熟悉高玉伦的王大爷 他说几年前呢 因为自家的羊 不小心吃了高玉伦晒的倒骨 高玉伦饭后拿起镰刀 冲进他家就乱砍 这王大爷被砍伤了 身上一直留有伤疤呢 但是事发第二天 高玉伦就上门道歉了 因为前一天喝多酒了 控制不住 除了酒后对村民发脾气 高玉伦也经常和妻子吵架 在几年之前 有一次家庭纠纷之后 妻子喝农药自杀 他的儿子儿媳妇 随后搬到了严寿县城居住 这家伙 高玉伦一个人住了 那更了不得了 更爱酗酒了 每顿至少得半斤白酒 两瓶啤酒 他在村子里边啊 大伙都跟他叫酒劳 就是说酒后发酒疯的人 每回喝完了准闹事 他之所以进监狱 那也是喝进去的 2013年12月 高玉伦参加酒席的时候 跟村民李德岳发声口角了 拿着把杀猪刀 就刺向了李德岳 停留了几秒钟 拔出来接着刺 他的刀啊 后来让村民和李就给夺下来了 他还两回回到家里边拿刀 到案发现场探头探脑的查看 被抓之后还叫笑着呢 要杀了你们全家 那这李德岳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没有 俩人的是发小 关系啊 曾经好的 那就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 就是因为两句口角 喝了酒了 控制不住情绪 自从高玉伦越狱之后 万宝村也都开始很紧张啊 村民们把大铁门都关紧了 不愿意再提起高玉伦了 村子里呢 有七八户人家 也离开村庄了 晚上不敢回家睡觉 因为知道他是杀人犯 连警察都杀 谁知道他回来喝两口酒 他又看谁不顺眼的 更有人呢 白天也不敢待在家了 为什么呀 这都是跟高玉伦有过矛盾的人 李德岳的儿子李东奎 全家住了六天旅馆 直到高玉伦抓住 那才敢回家 李东奎后来也说了 那时候啊 我们没有反抗能力 怕他闯进来 那么高玉伦到底藏在哪 没有人能够精准的判断出来 严寿县辖区面积 三千一百四十九平方公里 在当地流传这么一句话 五山四分田 半水半草原 就可知当地的地形地貌多复杂 成片的玉米地 那是郁郁葱葱啊 从外边你根本忘不见地里的动静 高玉伦逃跑的方向 是严寿县绵延几十公里的茂密的山林 高玉伦要是躲在里边 外边人也找不着 九月八号 正好是中秋节 高玉伦呢 从唐家屯那儿 不是拿了七点月饼吗 拿了点东西吗 他就逃到了青川乡光荣屯虎眷山上 正准备好好休息一晚上 没想到又迎来了警方大搜捕 哈尔滨警方啊 出动了特战突击队 老虎突击队 上千名警员 那是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啊 在山里边不点蹲守 为什么这么多警力都撒到这儿了 因为在这之前 他们接到村民举报 说高玉伦出现在了山上 青川乡七号下了一场大雨 那路变得可就更难走了 搜捕也就更难了 但对于高玉伦来说那不是事儿 三十岁之前呢 他经常上山采蘑菇打猎 对当地地情太熟悉了 甚至可以在山上待几天都不下来的 再加上当时已经是秋天了 野外有一些果子啊 有些稻谷玉米 这都长成了 都可以随时成为高玉伦的食物 9月11号下午2点多 严寿县青川乡 兴隆村村委会主任 接到乡政府通知 要在村里玉米地一带 派人沿线防守 因为邻村的村民放牛的时候 发现了高玉伦 举报了 鲍米地二百多亩 武警一共来了五辆大卡车 五米一个人就守在鲍米地周围 两个小时之后 高玉伦在逃往亲戚 图建国家中躲避的时候 落网了 据图建国说 从高玉伦进屋到被绑 全过程也就十来分钟 家人也没准备饭菜 也没跟高玉伦一块吃饭喝酒 第一眼见到窜进屋的高玉伦的时候 图建国甚至都没认出来 那就是高玉伦 说瘦的呀 都认不清楚了 高玉伦呢 在那则喊出声来了 呀 这不玩大爷吗 当时图家中午呢 刚办完一场宴席 图建国的弟弟图建军也入伍了 亲戚朋友啊 都来祝贺来了 抓捕高玉伦呢 当时媒体上有这么两种 说法 一种说法是啊 说图家看到高玉伦来了 给他做了顿饭 喝了点酒 随后劝他去自首 但是呢 他不答应 随后图建国就报了警了 跟图建军一块 把高玉伦捆绑起来 等着公安机关前来抓获 但图建国后来 人是现身说法 否定了这个说法 他说高玉伦进屋之后 自己进了西屋 去陪伴刚生孩子一个月的妻子 并不知道图建军他们是怎么把高玉伦制服的 反正从高玉伦进屋到被绑 整个过程也就十来分钟 家人呢 也没准备饭菜 也没喝酒 下午六点左右 图建国的父亲对前来询问的严寿县官员说 说确实是我报警的 当时啊 是我跟小儿子一块把高玉伦绑起来的 绑的时候还挺紧张的 当天下午五点左右 大量的警力赶到了现场 此时被绑的高玉伦还想着踹图建国他父亲呢 你凭什么绑我呀 晚上七点左右 图家把院子就落了锁了 谢绝一切媒体的采访 图家人说了 人都抓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在其他的村民看来啊 当时报警就是图家最好的选择 高玉伦越狱之后 图家周围也被警方布控了 防止高玉伦来寻亲 王家屯东西两头 也安装了摄像头 武警便衣在附近巡查呢 而图家位于王家屯最西头 正在监控范围之内 你把他绑了 那挺好 你这是配合警方办案 你要是不绑他 那可就成了包庇了 2015年11月13号10点左右 黑龙江哈尔滨严寿九二杀井越狱案 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宣判 犯罪嫌疑人高玉伦 王大民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海伟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文字幕志愿者 杨伦